那在談到靈魂的過程當中 李建勒跟調整員說 一定要照他的方式進行調整 這邊是王力宏講的 那如果調整員沒有按照李建勒的要求的話 李建勒就會毀掉他的失業 那李建勒還要求2億人民幣 最終拿了1.5億人民幣 那還包含洛杉磯房子一半 股票一半 每個月還要21萬人民幣的生活費 包含寶姆斯基專車住家 20小時紮手勇人 還有免費的台北房子18年 並且提到李建勒覺得這樣還是太少了 大家好 我是莫金哥 蓋世英雄到來 王力宏真的來了 說到王力宏我好奇 現在年輕人認識王力宏是誰嗎 我怕有些人太年輕 不知道他是誰喔 他以前可是偶像級的人物 但現在有太多其他的明星出現了 說不定王力宏也被之前給蓋過了 不認識他 而且他現在的形狀就是中國形狀 對他老爽爽 所以我不太確定台灣年輕人 是不知道他 在講他這次爆發的 毀滅及情感事件之前 我們先來簡單認識一下他是誰 王力宏 是在美國出生的 但在發展音樂的意義呢 是在亞洲地區 一直在台灣發現的第一張懷疑專輯 情敵北羅芬 總共在台灣入圍了九次的金曲獎 最佳男歌手 並且在1611年就以公轉至轉商專家 獲得最佳男歌手 後來2016年的該死英雄要再多獲獎 他曲風非常的跳 可以下野也可以走爵士 讓最佳的情歌也沒有賞 王力宏都不知道 在亞洲這邊歡迎 還在挑戰小米之內 就是那個貓王子城 OK 講到這邊 其實你可以發現 他真的是一個音樂材質 在音樂造業上他其實也很有一套 只不過在情感上面好像也很有一套 而且不愛戴套 哈哈 那這次呢 被他的老婆 應該說是前妻爆出來的事情 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嚴重呢 我現在已經是羅志祥那個 岩上的等級了 嗯 某種方面來說 他其實更慘一點 因為他 以後啊 原本事情爆發當天 那是公投的開票日 結果好像公投一點都不太重要 超超聰明四個不同的通過 然後呢 全台灣瘋狂的報導 王力宏 這下個關心 好 那我們就來講講這個相關新聞 就目前得到資訊 某青哥搞了一改再改 因為事情的進展實在是太快了 我們現在來探討一下 王力宏這次爆發的事情 以及他面臨的公關危機 在23年王力宏與李靜妮結婚 當時李靜妮已經懷有生育 雖然算是代求上籃的概念 但在14年、16年以及18年 分別都生下了孩子 總共三胎 不過就在今年12月 王力宏透過他的微博說明了 他現在與李靜妮的關係就是分開 理由不太重要 那因為通常這種理由都不太真實 畢竟他總不可能說 因為李靜妮很煩 所以不想跟他繼續下去吧 總之這種宣稱 這種官方手法一定是場面的話 要聽聽就好 那這邊你會把王力宏的留言截圖 放置5秒 請各位先看完之後 再繼續聽我講 好的 哥了兩天後 李靜雷神發表了 他洋洋沙沙的寫上了 五千字毀滅集的文章 並且告訴全天下 關於他與王力宏的關係 以及中間發生的過程 好 再要開始講述李靜妮這五千字的內容之前 我必須要說 王力宏的生命稿 我看來看去都是沒問題的 但是官腔官化的把事情打個原廠 那我認為這是很安全的做法 不過我不知道為什麼李靜雷都會爆氣 寫出這個毀滅的長文 不過如果李靜雷說的是真實的 那他就是有保有講出來的權力 直對於這個 我是抱持著 嗯?為什麼? 他到底為什麼會看到那個官方說法之後 就爆炸了 好 那以下的內容 都是依照李靜雷他所講的內容 進行轉述 並且進行農速的動作 那如果講錯的話 就是李靜雷他們的最愛我物 並非本台立場 好 李靜雷說他們一開始認識的時候 他還是未成年16歲 但那時候有女友的王力宏 就叫他去陪他睡覺 哎?有女友 叫他陪他睡覺 但後來他們就開始談戀愛了 後來就什麼該發生的都發生了 然後呢 不帶的也都不帶了 所以他就帶球了 帶球上籃了 然後就走上了火焰這條路 再來是嫖妓 看來王力宏不只是樂器玩得好 女人也是玩得不錯 即便結婚了 還是跟各種女人發生關係 直白的假主角月炮 在這些女性當中 還有有夫之婦 或者是每天都可能見面的工作人員 當然也不能少的花錢 去找女性循環的這個橋段 對!沒錯!就是你想的那樣 反正這裡的意思就是 王力宏玩得很開 超開 能開的地方全開了 火力全開 哎呀!原來你那首歌 是暗示這件事情啊 那根據李靜雷所說 王力宏跟他離婚的理由 其實是因為王力宏擔心 他之後遇到一個喜歡的女生 會讓這個女生被說是小三 而王力宏會覺得這個小三會很委屈 所以呢他覺得 應該要離婚 哇! 真的假的啊 莉鳳你敢這樣講 你真的是莉鳳敢啊 好了 講出這種傷心病狂的話之後呢 小孩子的生日 中環節省他都沒有缺席 都沒有出席 差點對 他都沒出席 常常消失的意思 在還沒生孩子之前 又瘋狂想生小孩 一直催生 所以基本上李靜雷就是 一直在調整身體 又一直生 看兩年一個跌走 就知道王力宏是多麼的急迫 結果生了又不愛 那是 這到底 最後面李靜雷就是被迫逼著簽合約 就是王力宏要保護婚前的財產 然後婚後賺的錢呢 也要轉移得非常漂亮 就是怕自己吃虧就對了 以上呢 就是農書了李靜雷無限制的內容 得到結論 為了看看李靜雷方面的講法呢 得到的兩個字的結論就是 當然 好 後來啊 王力宏還沒反擊 沒想到 王爸爸 王大中天 不不 王大中 先開戰了 他洋洋傻傻 也來個簽字文 手寫稿 看起來很認真 看起來好像很鄭重 準備反擊 那我們就大概農書一下內容 王爸爸說啊 李靜雷是會懷孕 用皇爺來威脅王力宏的 然後王力宏沒辦法找他結婚 接著訴說 他們的婚姻就是青瘡百口 完全是這個地獄 直到 離婚前的兩年前分居 才脫離這個可怕的深淵 而且這兩年內 李靜雷一直在想辦法收集證據 並且威脅王家 請目的第一次要得到更多的錢 終於把焦點轉為王力宏本人 意思就是王力宏其實是個很耐捨的人啦 大家不要被影響啦 而且我們家立皇明明 每天都花好幾個小時去陪孩子 好爸爸模範代表啊 當時看到這邊的時候 我在想說 哇咖 到底誰講的才是真短啊 我是保持一個保留的態度啊 畢竟這個風向沒那麼明朗的時候 隨便站錯邊那是會錯賽的啊 不過我當時就在想啊 如果王爸爸講的是假的 那王力宏真的要死的很難看啦 好的 沒想到李靜雷不會是我有雷神之存女人 看到王爸爸的反擊 他可以快速的啟動魔法卡反制 立刻進行反擊 李靜雷被王爸爸的內容是 在他與王力宏認識的時候 他們就是無套了 所以他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要人不懷孕 要拼命往裡面送資源 永遠不覺得幾億個大兵 就拼命往裡面送啊 這沒道理啊 後來李靜雷懷孕之後 他提出了兩個方案 一個就是結婚 不然就是他自己生 後來他講了 李靜雷對於離婚的條件就是 三個孩子的生活品質 什麼數以台幣或是散養費 根本就沒這回事 只有現在一名費用 把螞蟻跟司機留下來就好了 哪裡來貪圖潛質說 而且還提到婚超痛苦 李靜雷說的是很有道理 如果超痛苦 你幹嘛還在生兩個 趕快廢廢就好啦 這邊生 第一胎被破 被強姦 王霓虹被強姦 那就算了 能不能後來 王霓虹再度被強姦兩次 還生了兩個小孩 呵呵呵 還是說 王霓虹其實本來他不會帶套 看來這方面 那個呼耶呼 真的是 教導無方啊 我也怕有幫他們打廣告之嫌 呼呼我這邊 那三個重點關鍵是模糊 那個呼耶呼 那個你們要解鎖這個任務嗎 這個任務解鎖之後呢 戰場迷霧就會揭曉 你們的三個字呢 就被很明顯的 直接公開出來 還要打上spotline 呵呵呵 幫你們頁備 呵呵呵 好那要不要那個 啊談一下啊 私訊一下 不是私訊 寄個信過來啊 了解一下 好那到底王霓虹本人會不會帶 或者是他根本啊 就被被奸了 不知道管他 總之第一個出現了 那個被迫那就算了 第二個跟第三個都還有 嗯說不過去了 然後提到王霓虹花生陪孩子 這完全是個謊言 李靜雷說的 那事實上就是 他學習了學到孩子的重要時刻 這五千字呢 那是他在自己與兩位好朋友陪伴下寫完的 什麼寫了兩年 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難不成這兩個好友 不睡覺 不回家 陪他寫了兩年 嗯哼 他到最後以後 他對王霓虹是否出軌正式的給予合影 他說道 應該沒有人出軌或是嫖妓 跟自己爸爸說的吧 王霓虹認為啊 這個王霓虹 是個好人 王霓虹是清白的 呵呵 我覺得王霓虹 真的是太天才 也太天真了 哈哈哈哈 連達到十萬訂閱的時候 我爸都還不知道我在幹嘛咧 那個獎牌拿回家 現在他也看不懂咧 好笑 王爸爸你確定你真的了解 你的立宏的一舉一動嗎 好啦講到後面 李靜蕾在反擊王爸爸這篇文當中 他宣告了 如果對他說的話有意義的話 那就拿出證據來吧 否則他要告王霓虹跟他爸爸 喂爸 那到12月19號下午3點以前 你知道的 王霓虹根本沒理他 不過有趣的事情是 我們有在12月19號下午1點多 發布了聲明 嘿 突然反擊 所以王霓虹反擊李靜蕾的反擊 王霓虹反擊李靜蕾的反擊 欸 這個 是怎樣的情況呢 來講一下 我們的時間點一直在update 接近深夜的時候 王霓虹說他在與李靜蕾的婚姻裡面 一直活在恐懼當中 並也提到當時李靜蕾威脅他 如果不結婚 一定要讓他之後都看不到小孩 他自己也承認婚姻是有問題的 並且他們還要看相關的心理質疑師 但最終還是走向離婚之路 那在談到靈魂的過程當中 李靜蕾跟條件說 一定要照他的方式進行調解 這邊是王霓虹講的 那如果調解沒有按照李靜蕾的要求的話 李靜蕾就會毀掉他的失業 那李靜蕾還要求2億人民幣 最終拿了10億人民幣 那還包含洛杉磯房子一半 股票一半 美國院還要21萬人民幣的生活費 包含巴姆斯基鑽的住家 20小時的打掃勇人 還有免費的台北的房子 18年 並且提到李靜蕾覺得這樣還是太少了 但後來孩子他站出來 談承自己婚姻的失敗 並且婚姻了李靜蕾的控訴 最後提到他的文筆沒有李靜蕾好 嗯真的 你的文筆是蠻糟糕的 好的 在這篇文章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他一樣是把李靜蕾弄得蠻黑的 感覺李靜蕾那個壞人一直勒索他 或者是一直設計他之類的 然後就是一個很要錢的女人 在王力宏發出這個聲明的時候 嗯我一樣也是抱持著一個懷疑的態度 我還在不斷的評估到底哪邊講的才是正確的 不過我心裡面是有一個 嗯... 蠻明顯的偏向另外的答案 但是我還是選擇繼續觀望 在繼續講話之前 那我們來講另外一邊的事情 就是修圖與白兔事件 王力宏有些放在社群上的一些內容跟照片 很多都是批圖批上去的 你各位知道嗎? 這以為他的形象都是裝出來的 特別是跟老婆家人這塊 特別的噁心 很多都批的 如果真的沒鬼 幹嘛用騙子來裝的河洛洛洛 這真的非常令人感到狐疑 再來是白兔妹Yumi事件 Yumi在發現自己被李靜蕾引射之後 就立刻提告了 哦弄得好像是自己清白的 結果李靜蕾一個光束反擊 馬上在那邊貼文說 如果警察需要證據 他這邊很多 歡迎把這個警察聯絡資金給我 哦這個團體全部都輕拍肆 這表示李靜蕾 堂堂正正 屬上有很多證據 而且這些證據 都很兇啊 不曉得會不會又是另外一枚大壑蛋 以後來 慫了 Yumi呢 發了微博說 哎 あー 而是之前跟 力虹交換過一陣子 不跟他都是在 嗯 呃 前妻跟王力虹交換之前 被人收到了 而我們這個合照的是 2013年拍的 2015年呢 他跟王力虹早就互殺了 微信的朋友 那整篇的意思就是說 就說那是你們的戴護士啊 不敢問的是啊 然後雷神看到了之後呢 火大了又火大了 馬上再度反之啦 PO著了Yumi跟王力宏的對話 並寫到了 他們戶三微笑好友 是因為後來都改用 哇塞 白了 哈哈哈哈 哎呦 白兔妹 你確定 你確定你要跟前妻這樣繼續熬 而且人家貼出來的內容 不然大頭下還是一個性感很裸造耶 嗯嗯 這到底該怎麼辦 怎麼辯解才能夠辯解的好呢 Yumi真的是不該出來 好像弄得自己很無辜 然後報警啊 又是一個操作失敗的公關 好了 就在墨鏡哥還持續觀望的時候呢 沒想到事件進展神速 當天凌晨啊 整個那個網路的淘汰都爆了 然後在深夜的時候呢 雷神發飆了 雷神反擊王力宏的反擊 他把王力宏的反擊的疑點 一一抓出來邊了 除了提出2003年兩劍的見面之外呢 也在此說明他們有要三養肥這件事情 那是本來就在各自名下的財產 而且呢 兩個人本來就是各自擁有的 而且呢 我還看到了一個 讓我覺得很震驚的消息啊 就是 沒有想到在事件發生之後呢 網路還沒說出什麼生命之前呢 他還失去雷神說 呃 你就說是你那個精神錯亂啊 說是你那個神經過欺所講出那些話 好 這樣的話我就把房子給你 他用命的口吻房子這樣講 這真的是讓我感到太意外了 這麼看的話呢 真的 李靖蕾說的才是真的 他一直都是最深的那個受害者 在這個李靖蕾的最終反擊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王力宏他說的謊呢 真的是說的很大 那現在雷神來爆料 王力宏有性上癮跟製造一些人格 而且說到他們後來 我心裡實在都是因為 我都想找到一個意思可以證明 李靖蕾是瘋子 但可惜王力宏他沒有找到 最後呢 雷神列出五大點 要王力宏自己好好承認與想想 1.你有沒有嫖妓 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 2.你有沒有約法 你有沒有劈腿 你有沒有吃師妹 3.你這樣是不是把我當生育機器 什麼生態就想威脅叫我滾 4.你卻為我不會讓你看小孩 你根本沒來看 而且還要求要在家裏裝適應機器人 我說你等一個人在家時才能這麼做 但你回我什麼 盡量 夜市我是真人秀 讓你跟你的朋友看手爽 5.在你昨天回我那封生命之前 我跟你聯絡一整天 你不理我就是不理我 你說要指定人加入對話我會同意 但你還是不跟我對話 什麼意思 不想跟我同意發聲明 最終的最終 沒有想到一切來得很快 我以為這件事情呢 會燒很久 沒有想到 隔一天 王力宏到街了 他發最後一支聲明 說自己即將暫時退出演藝戲 還有陪伴家人 咦 我注意到了 他是用暫時 然後他還說他道歉 然後這個道歉其實沒說哪個部分 所以他前面這些指控 他承不承認 他並沒有給予一個肯定答案 但答案其實大家都心知露明了 只能說 這個道歉 避重就輕 我真的覺得是非常沒有成立 而且看來李靖蕾真的才是 受害很嚴重 很慘 很無故 很像人心疼的那一方 整起事件呢 我覺得 王力宏比起羅志祥 之前羅志祥報的很慘很大 同樣是被 女人用毀滅的長文給毀掉 不過活該 這是他們都自己 該承擔的 因為這是他們自己做出來的 但是呢 在這個危機處理 災後處理 災難的這個善後方面呢 王力宏真的是做得太差太差了 那個王爸爸真的是 提油救火 提炸彈救火 而且他提的是燒遺彈 哈哈哈哈 更印證了 真的是全家人都在霸凌李靖蕾 如果你真的做了那麼多的壞事 那你做這些 你就是看起來很強硬的 然後想把風箱導向自己的這種 好像是陳卿文 反而才會把你害得更慘啊 因為這會顯得你 不懂得認錯 狡辯 說謊 這只會讓你更身敗名裂 相反的羅志祥呢 就是 坦蕩的認錯 虛心接受所有人的責罵 我覺得羅志祥這方面 真的是屌虐王力宏 我是說在道歉這方面 在善後處理這方面 王力宏真的是一個 拉寶 拉寶 完全就是李靖蕾所說的那個樣子 太糟糕了 王力宏身邊的公關公司 真的全部被敗掉了 到底是哪個門子的處理方式 可以讓他完全身敗名裂 我真的是 你請我來好了吧 你那麼有錢 一年給我個兩千萬 我幫你做這些危機處理 我不要了 你的炸彈太多了 我不曉得 我會不會自己哪天 處理你這些炸彈 炸死自己了 算了 最後妹子告訴我們一個道理 如果你還不想定下來 真的要不要結婚 像我們的小羅 才沒結婚就劈腿 偷吃什麼的已經夠慘了 你還結婚生三個還搞這種 被罵真是剛剛好 罵在這邊忽略 想偷偷你的媽媽座 下面三件事情 一定要好的公關公司 絕對必要 二 如果你還想約跑 想玩那你就單身 很多人很累跟你們玩 三 尊重銘心 不然當成反撲多的是 你不知道的是 好啦 創著這個好男的招牌 只剩下墨鏡哥在扛 一個人在扛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 只有另外一個讚 那麼訂閱我的頻道隨便啦 要教會呢是一定咬 教會幹嘛不知道 來我們這邊再見啦 See you tomorrow 掰掰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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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